兄弟有很多種跟富邦說再見的一個方式 第一球 啊 再見觸生球 怎麼會是這樣子 就結束掉了 所以一定要守在一個 拉回來 右半邊的安打 現在要不要拚 王維成這邊停在了三壘 先保險起見 這個時候呢 許基鴻中斷了連續十六打數 沒有安打的一個第一潮 而且讓兄弟在九局下的攻勢啊 無人出局 滿壘 這個球應該不難判斷這個球是安打喔 嗯 我覺得也有一點點尊敬林哲軒的一個傳球臂力 確實傳球的時候剛剛好過三壘 所以三壘直到現在馬上擋下來 兄弟有很多種跟富邦說再見的一個方式 第一球 啊 再見觸生球 怎麼會是這樣子 再見出身球 這個出身球是有1分的打點喔 所以陳俊秀成為這場比賽的勝利打點 中場在滿臉的情況之下 富蘭哥投出了再見出身球 也戲劇性的結束了這場比賽 5比4 兄弟跟對手說再見喔 雖然艾力個皮肉痛喔 但是陳俊秀還是怒吼了一聲 因為他是制勝英雄 兄弟在九局下半呢 5比4 1分之差 氣走了富邦漢將 再來看一下再見出身球 打到 哎呀 這個情緒起伏應該是先生氣 但是想想開心 對 這個很值得的一個出身球啦 是 所以雙方在三連戰的第二部曲 由兄弟1分之差來搬回一城